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想起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在1912年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自由之路》 我为什么今天记得呢 因为他有一段讲到他的未来的社会理想 他的理想是社会主义 不过是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 在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 人们自然能够享受到优厚的物质待遇 精神生活 但是他里面专门讲到 这个社会必须能够容忍那些像疯子一样的诗人和艺术家 他们的行为超出常人的理解 他们古怪 他们想法奇特 疯子一样 但是我们必须容忍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要有这样的宽容度 还要养活他们 也许他们会给我们一个刺激 这是一个哲学家的一个愿望和说法 但他告诉我们听 艺术家这个群龙的敏感性是最重要的 特别在今天 就是因为他要有具体的针对性 对 那么今天的条件变化以后 评价的条件变化以后 当我们不再以劳动量作为衡量的话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越来越强调敏感尖语 我们不再强调投放在一个艺术作品里面的所谓的实践和劳动量 这种投放时间和劳动量的作品有没有用的 也有用的 对一般人来讲 他们真的有用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当代艺术就不需要投放时间 他们这个计划是一个可能要花费相当时间才能达成的计划 但说到这个 特别是当代艺术里面的观念艺术 我强调这个观念先行的话也在西方产生了很强调纯观念的这样的一种想法 而是没有一个可能是通过艺术制作这样的一个手段的 而且我发现特别是在西方生活的一段时间我发现西人特别特别喜欢这样子 他们整天就是玩啊想啊然后就随便就弄了一个东西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然后然后就这个就是作品了 就明显的跟中国的这种就是说他可能更重视技巧啊 即使就是不一定是写实的技巧了 因为艺术还有很多技巧技术嘛 然后也很强强调这个作品感 我们所强调的这个作品感它的差别就很大 那个东西可能完全不能看 对 就会有这个问题 你这样讲的时候已经谈到一个这个谈到一个问题了就是 我们可以用一种更客观的说法叫上下文 就说如果我们不生活在你刚刚所说的那些西人的上下文里 我们就觉得他们的作品很随利很随意 对 中国的上下文就算有某种作品的效果 就算有某种技巧 这个上下文很重要 就是说或者换一个更学术的语境 就是说你有一个语境对话 我们就能够互相能够交流 当没有语境的时候 这个交流就等于明明 这个在传播学里面讲得很清楚 就等于说你在说英文我在说中文 完全没办法沟通 我们看戏人当我们看那些 你刚刚所说的那些奇奇怪的东西 他这些作品的时候 那是我们来看的 对 但是如果进入他们的语境当中 他们就在聊天 聊天要讲技巧吗 聊天要讲流畅 其实我们曾经说过的艺术等于传播 其实刚刚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已经又跑到传播学来 是吧 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60年代就是我们加拿大学来 最重要的一个传播学者麦克罗海 他告诉我一听 电子时代的来临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 电子的这种交流方式的来临 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 叫做重新部落化 我们重新回到一个部落状态 好 部落状态是个什么状态呢 部落状态是一个生硬的状态 调天的状态 对话的状态 而之前的状态 在欧洲16世纪古藤堡活字印刷建立起来以后 是个印刷的状态 是个书籍的状态 中国更加漫长 所以就要更认真言 对中国更加漫长的书籍时代是吧 中国活字印刷中国发明 书籍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最宝贵的东西 我们把它叫书卷器 就是跟书有关系 书代是什么 神圣 所以我们在中国从小被教育 读书是智慧的来源 谁告诉你 我在出版社工作来才知道 我们的书大部分是商品 我想 最好的是有销售量 好 什么书就有销售量 九十年代 你们没想过的 就是一本书 当时小组讲 下书上百万册 如何更好的睡眠 这说明中国很多人失眠 然后我们在小学里边 在中学里边 我们看到课堂贴了一个标语 读书是智慧的来源 读书或者书籍或者印刷 它固定的一种传播方式 使它产生神圣感 以至于我们要 有的人告诉我们 要沐浴 要干净打开一本神圣的书来看 是吧 因为它是智慧的来源 我们在看思想 艾克罗汉说 no 互联网时代 电子时代来到以后 重新部落化 我们聊天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话 其实你刚刚所说的 西人那种艺术方式 它就是聊天 聊天在于 互相能够交流 但是聊天是不是也有语境 对对对 如果没有语境我们怎么聊天 对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跟那个 完全西人能够顺畅的聊天 你英语如果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你是不能聊天 为什么 你如何讨论一个比如说snayam的问题 对啊 而且不只是顺畅 而且也是这个教育背景 对对对 然后你就最后发现 我来加拿大以后 我才真正明白一个道理 如果我们要提祖国这个概念的话 语言就是祖国 我们生活在母语当中 对 如果我们在中国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 告诉大家听 粤语是我们的母语 嗯 我们生活在粤语当中 对 所以我最近在广州中央特殊馆 作为一个讲座 叫做方言是民间社会 最后的七居地 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只有在语言 而且我说的口语 这种体系里面包含的最多情感性的 即时性的因素 嗯 今天我在重新看麦克罗汉的 六四年代那些惊人的 床母学著作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先知 他告诉我们听 因为那时还没有互联网 嗯 但这只是电子时代 电视电报时代 嗯 电话时代 嗯 其实指那个时代 当然已经预言了今天 比如说他提出 大家今天已经很熟悉的概念 地球村 嗯 他提出来 嗯 他说我们将进入一个地球村 为什么 为什么叫村呢 我们还以为是开玩笑 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再重新部落化 部落化的意思就是 我们重新聊天 嗯 嗯 聊天就是一个 我们不再要那个 因书籍而固定起来的神圣感 对 那种规矩 那种规矩 那种庄严 嗯 因为当有书籍存在 当这个印刷品成为我们知识载体 具有神圣性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的人生 变成这样的一个人生 第一个 你要学认知 嗯 对不对 不认知 你怎么读书 认知是为了读书 对 是吧 所以第一步是认知 对 认知的目标是为了阅读 所以你首先要从认字 变成阅读阶层 对不对 但对于人类来说 文字是很词在出现的 那你变成阅读阶层以后还不够 因为你惊讶的发现 统治我们的是写作阶层 你的目标变成写作 它是个金字塔 嗯 对对对 是吧 而这个写作 达到某种 经典状态的人 我们就崇拜他 因为他是思想家 嗯 我们崇拜理睬 对 我们崇拜罗素 他的英文如何精彩 我们在中国 我们崇拜中国的作家 啊 比如说钱宗书 嗯 文言文协作 哈哈 比如说现在很多文人 比如说胡适等等 嗯 没想到川普学会告诉我们 那今天我们回去了 这就是当代艺术的针对性和群落化 那么他就从一种神圣的形式下降 嗯 他变成聊天 嗯 凭什么说聊天不是艺术 对 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艺术 我们在聊天就是艺术 对 他只要产生思想 他就有可能就是艺术 那么 产生思想 产生交流 产生回应 嗯 我们就达到一个目的 对 你借助我们这里 我借助你那里 对对对 对对对对 这说明这个部落化的结果是反全球 嗯 因为他借助于母语不仅如此 还借助于口语不仅如此 还借助于一个社群的特有的圈子语言 嗯 嗯 这是不是反全球 像像我们这种叫视觉艺术 他就是对 视觉语言 对 视觉语言 那么所以我们对我们不入他们那个语境的艺术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好奇怪 怎么这样搞搞就是艺术呢 对 一张烂纸的又一张烂纸的 一张烂纸的艺术 反过来当他来听到你这样讲的时候 你这个人太奇怪了 这就是艺术 对 观念 这个叫纯观念 纯观念 什么意思啊 纯观念是不能化的 我现在只是适应 拿个铅笔 拿个 站在白纸上 啊 我的观念 OK 嗯 结果美术馆碰到严重的问题 今天其实很多很多美术馆都碰到这个问题 嗯 我们如何收藏观念作品 对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收藏观念 啊 而且电子时代 改变了艺术品的物理形式 啊啊 物理形式 就是一张画 对 一张照片 照片 你打发一百张 一千张 那都是一个照片 但物理形式 什么叫非物理形式 在互联网上流浓 我在绘画板上画 画完之后一按 它变成什么 它其实是数字 啊 数字如何收藏 对 对 这是个 今天的严重的问题 对 这都是 电子时代以来 互联网时代以来 重新部落化了 带来的结果 嗯 它使问题变得更有趣 也更复杂 你发现没有 它也使我们的世界 不是更全球化 是更分裂 嗯 我们生活在 这样一个状态是什么 技术上是高度统一 嗯 所有的互联网 它都建立在算法上 嗯 所有的算法的基础语言 对 对 对 算法是一样的 基础是一样的 屏幕 原理是一样的 障碍机不存在于一个中国的原理的障碍机 和西方原理的障碍机 只要是障碍机 它就原理是一样的 对 但是它承载的是一个分裂的群伦社会 对 分裂的部落社会 我们用相同的技术 却在走向分裂 对 就看起来好像互联网拉拼了整个世界 有些人可能坐在家里面 就能够观看事情 实际上其实还有很多角落 你是无法看得到的 对 对 这就是今天 这是讲传播 从医生讲到传播学去 今天 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们在传播学界 很喜欢谈论的是 手机时代 微信时代 Facebook时代 Wenture时代 等等 还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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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各种各种软件 我们所谈论的是 信息的碎片 刚刚说过了 重新部落化 声音开始战胜了文字 战胜了一个固定的刻板的 有尊严的概念 变成一个日常交流 但同时他带来碎片化 什么意思呢 当你碰到一个箭谈的人 他可以在十分钟里面跟你谈五个话题 对 对不对 对 然后你发现你跟我说 他可以从眉毛谈到鞋根 从鞋根谈到文化保护牙齿 这种人多吗 很多 这叫做信息水牛 对 我们看手机 当然今天手机智能时代慢慢在出现以后 我们手机上的文字和图像看得多了 对 但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最早在中国微信就是150个字 对不对 对 150个字 那个时候大概在十几年前 我还跟一个美国的一个传播学者 到我们中大交流的时候 他还告诉我说 这个微信 信息 信息 短信 短信 短信啊 只能在哪里面中国流通 我说为什么 150个字中文可以加很多问题 150个字中文我们英文都讲不完 还没把一个字讲完 对 也对 我想想 所以 短信时代 它都是缩写的 如果 即使像我们懂英文也有时候 看着这个 一头雾水 对 这个短信时代 信息碎片 对不对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 今天这个信息 其实跟预作还是很有关系 它是两个东西 互为依靠存在 现在讲的是一个方面 就是信息碎片化 嗯 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大家想过没有 通过无穷链接 达到惊人的专业 嗯 对 你如果想了解一个专业 你不用到图书馆 你不用找教授上课 你有能力的话 你通过无穷链接 你会成为某一个领域的可怕的专家 嗯 因为 它通过一层一层链接 它是无限的 嗯 交钱咯 或者黑客咯 一个打下去咯 打下去咯 打到最后把最精进的东西掏出来 嗯 所以今天这个重新部落化 和今天的这种信息碎片化的这个现象的后边 是一个通过无穷链接 达到惊人的专业化 嗯 这也是当代艺术的状况 嗯 一方面当代艺术似乎在 千奇百怪的在要 嗯 但另外一方面 有一些让我们吃惊的思想 或者让我们吃惊的一些系统 它其实在顽强的起作 嗯 这个状况 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个事实 而且这个事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打破边界 嗯 所以信息也是艺术 对 既然信息是艺术 我们还讲画法 还讲素描 还讲这个 纸和石膏 还闭门造句 这个叫闭门造句 所以不能说这个不好 首先我要说 这个声明 鼓励大家学习 就好 对 我自己手上功夫还可以 但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另外一面 这是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的奇特状况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奇特状况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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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